在伊甸基隆區老師指導下 基隆市議員張炳君協助把自己送給 失智巨聯長輩共餐用的有機安心雞蛋敲開 加到粉料內再由失智長輩家屬以及張炳君 接力輪流攪拌均勻 大家都好開心 而打成膏狀後再加上黑芝麻以及肉鬆 分成兩階段拿去蒸成鹹蛋糕 由於現階段遇到蛋荒 想要買到雞蛋不是很容易 基隆市議員張炳君關懷失智長輩 先前特地捐贈300顆安心雞蛋給衛生局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主管的全市六個失智巨聯長輩共餐使用 幫失智長輩們補充營養 讓長輩們的家屬再三感謝張炳君的愛心 更特地邀請張炳君到伊甸基隆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和大家一起做肉鬆鹹蛋糕同樂 有 真開心 很高興 勝勝他的愛心 有 有 很大的班子 他營養 營養 有 顧到他的營養啊 炳君之前也捐贈了我們的有機的雞蛋 給我們所有基隆市的失智的據點 那今天也很開心有我們的伊甸基隆失智的據點 然後邀請我來一起跟長輩們來做雞蛋蛋糕 那坦白說這也是我第一次做蛋糕啦 那也覺得相當的有趣 然後也感謝我這些大姐們有教導我如何做蛋糕 那其實在這個時候我覺得在這個失智的據點 看到大家是相當的開心 然後有一個共榮的氣氛 那未來的話 炳君這邊也希望來媒合更多的資源 不管是雞蛋或是其他的物資 或者是有任何的資源 我都會來盡量的埋合 然後來幫助我們所有這些失智的長者 曾肉鬆鹹蛋糕等待期間 失智據點絕對不浪費時間 安排失智長輩們跳韻律操活動筋骨 張炳君也硬邀跟著長輩聽著音樂一起運動 等待20分鐘後 肉鬆鹹蛋糕香噴噴的出爐 我這個蛋糕都已經出爐囉 很香的肉鬆鹹蛋糕了 伊甸基隆區長李蓮等人 也和失智長輩以及家屬們 開心的和市議員張炳君 一起合影留念 見證大家共同完成 肉鬆鹹蛋糕的一刻 肉鬆鹹蛋糕 來吧 耶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耶